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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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有伤害 对身体也伤害 对心灵也伤害的事情 像这个去赌博 酗酒 吃喝玩乐 玩一些 没有意义的事情 那么就造罪业 你说这样的假期 对我们是好还是不好 就是放假去造罪业 不如不要放假 少造一点罪业 放了假 不但没好处 反而得到坏处 这个我们要明白 所以学了之后 我们要知道在生活当中 怎么样去用 怎么去落实 怎么去做 那么我们学了这个感应篇 才有用处 那不是读完就没事了 所以每一句 都要在生活当中 去检点 去反省 去忏悔 去改过 这样 对我们身心的帮助 就很大了 我们这一身 灵性提升 那念佛 帮助我们 品味 真善 所以 有这个假期 有些念佛人 他去打佛欺 那这个是最好的 他真的是 真的是 很有智慧 这是最有智慧的限制 那不然在家里 孝顺父母 如果要玩 也要带父母 去走一走 不要自己玩 这个好吃的 自己赶快吃 那父母亲在家里 他也没得吃 所以这些 假期 也是我们为人子女 对父母 尽孝的 一个时候 总是 有好吃的 好玩的 就第一个想到父母 那这样 你就 有福报了 你就有福报了 如果 父母都不管了 只顾自己去享乐 那就要损福了 损福报了 那就没有意义了 这一个 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么我们 昨天学习到 太上感应篇指讲的 赤咒咒他偏生偏爱 那么这个咒 是咒事 花咒 咒主 那么自己 咒主 咒主别人 这个 你要咒主别人 当然第一个是 自咒 自己先去 从自己的口中 去咒主别人 那么 这个是自咒 做他 过去我到英国 听说还有 在英国还有人 专门 做一个行业 你恨哪一个人 那请他帮他咒主 他那个人 很快会倒霉 他有收费的 还有这样的行业 这个就属于这些类的 他就是 看哪一个人 他姓什么 要什么 住在哪里 然后呢 这个给他 你付他的钱 他就帮你咒主 让那个人 历子不好过 那么 偏真偏爱 就偏心 有特别喜欢的人 特别讨厌的人 特别喜欢的 他做错了也是对的 讨厌的人 做对了也是错的 那这个 心 偏 这个都是造罪业 所以不能偏心 那么今天接下来 越紧越照 跳石跳人 这两句 这个井是井水 这个井啊 有泉神 泉水的泉 像我们双溪啊 现在都喝那个三泉水 那个泉从地上 都要冒出来 那个有 泉神在管 那么根据感念篇会篇 泉神是一个你的 好像没你一样 他在管 所以你这个 这个不能 脚不能这样跨过去啊 对他不敬 不恭敬 这个普玄菩萨 第一愿 礼敬诸佛 对一切人事物都要有恭敬心 你不能那么叶过去 对他要尊重 绕过去 你不能叶过去 所以这个井有 古时候有井啊 我小时候啊 都要去打井水 那井都是那个泉水嘛 它都冒出来 那你不能这样跨过去 那个是对那个 泉神啊 泉水的神啊 很不敬的 因为他供养我们喝的 我们还对他那么不恭敬 这也说不过去 那么赵呢 是赵神 祂是火神 这个施命啊 祂是火神 祂是火神这一类的 像我们这 圆集间那边有个火圣庙 那是火神 那个那个消防 消防 消防队啊 消防局长啊 都要去拜 拜火神 那么赵君啊 他也是火神 属于火神 以前我外婆啊 对这个赵很恭敬 现在没看到赵 但是呢 赵就是厨房啦 厨房你要整理得干净 就是对赵神的恭敬 厨房不要乱七八糟的 然后 那种煮完菜啊 好像受到抢劫一样啊 有的人煮菜 他就煮好了 那一片狼藉啊 那你整个厨房啊 那 这个是乱七八糟的 这个对赵神就不恭敬 所以你要整理得 清净 干净 整齐 所以我外婆啊 这个她的赵啊 你不能跟她乱摆东西 那要被骂了啊 她的擦得干干净净 那每一年都要拜了 哪个时间要拜啊 按照这个时间都要继续去拜 那整理得啊 一尘不来 那么这个是对赵神的恭敬 那你怎么可以把那个赵跨过去呢 那大不敬 那每天呢 烧火啊 煮东西 养活你这一家人的 你还对他那么不恭敬 那这个 一切不好 对那个赵啊 大不敬 这个是 这个我当兵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啊 被调去那个 灵口啊 那边再下去有个下壶啊 这个 受这个 祖籍手的信念 祖籍手特别信念 这个 这个就是 去杀人的啦 当兵就是杀人 祖籍啊 还要特别会杀人 就去信念 那我们写佛了 那这个没办法啦 别别别点名啦 就要去啦 那去到那边呢 这厨房缺人啦 他说这个 谁有谁 愿意志愿去厨房啊 就不用去练习那个 祖籍啦 我想我们学佛的人啦 还是不要那个杀身的 不要我去厨房好了 我就报名啦 但是厨房 就比人家早起喔 三四点就要起来了 做馒头 那个馒头啊 那个都是用 那个传统的 要睡觉前捏一块 然后让它蒸花 那第二天呢 再把它搂在一起 然后去蒸 那我们做出来的那个馒头啊 那些老兵啊 带我们做 做得实在是很不好看 房房的 那吃的是蛮实在的 但有一个老兵啊 就是在那个厨房啊 也是造罪业啊 那个狗啊 小小的都还没有长大 就杀了 吃狗肉 那我都不敢吃 那还有一个班长啊 他的这个 那个时候烧煤炭 那煤炭呢 因为叫浇水 他不浇水 他就小便 然后就放进去烧了 那这个啊 得罪造神啊 这就是造罪业啊 所以这个越景越造 这个 我们对这个都要很恭敬的 这个提供我们生活 生命的一个来源 怎么可以不恭敬 但是你没有接受这个交易 你说这个是迷信 那我觉得迷信还比较好啊 那不迷信的都在造罪业啊 迷信的人不造罪业啊 不迷信的人啊 一天照晚造罪业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那是不是迷信了 造罪业才是真正迷信 你不造罪业怎么是迷信 是正信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 那么跳石跳人 这个石是食物啊 食物你不能跳过去 不能去见他 你那个五骨啊 犯粒啊 掉在地上要捡起来 不能踩一踩 跳石跳人 那人啊 是三财之一啊 那你对人你要恭敬啊 你不能人 人坐在那里 或者躺在那里 你不能他跳过去 从他肚子跨过去 那这个对他很不恭敬 这个 这个 都是 这个两条都是属于恭敬 恭敬 佛法讲 一切恭敬 对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天地万物啊 我们都要有个恭敬心 都要有个恭敬心 恭敬你就得福 你不恭敬你就 招感啊 这个灾祸 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了解 好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那下面这两句啊 我们就 明年啊 因为明天就放假了 这个 明年啊 我们 这个 初九 初九开始上班啊 我们再继续来学习 好 祝大家 新年快乐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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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 阿弥陀佛 你